原标题 原标题郭富城罕见写妻女出席活动女儿 正面照报光相及了洋娃娃 郭富城对方愿 那真是宠爱有家 毕竟天王嫂也不是白叫的近日 郭富城又领着爱奇出来秀恩爱的同行的 还有宝贝女儿一家三口出门很是罕见 而且这也是方愿在公布二胎后 首次出席活动亮相马场 当天方愿打扮得十分精致 戴着复古的黑色蕾丝帽 身穿红色丝绒连衣裙 外搭宽松的白色大衣 还搭配了一副墨镜 好看又遮罗郭富城穿着黑西装 顶着一头金巴很拉风两人全程食指紧扣 十分甜蜜和妻子 出席活动郭富城新型 也是大好看见镜头也是大方的微笑 没有抗拒和躲闪拉着方愿的 一刻也没有松开下楼梯时 郭富城立马放满了脚步 小心翼翼的搀扶着方愿 看着他一步步的参好楼梯 才放心其中还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插曲 现场有人朝着郭富城大喊泪傲 这可是黎明的英文名啊 认错人了 郭富城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礼貌地告诉他 我叫Aaron 夫妻二人秀恩爱在前宝贝女儿 也被阿姨抱着跟随在爸妈的身后 一家人一起出行的画面很难得 虽然阿姨一路上都把想宝贝的脸 遮得严严实实的 但是宝贝的正面照还是被拍到 直露出了眼睛和鼻子 就能感觉出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还有点郭富城的感觉 加上皮肤又白相机的杨娃阿姨 传了爸妈的好基因 没错郭富城也是人生赢家 自己的事业成功不说